大家好,我是杨旭 房车已经全修好了 又可以出发了 今天这个视频会和大家讲一下 这一次在房车厂所有的检修项目 以及这辆车在过往的使用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大总结了 而且我计划这个总结不再说优点 只说遇到的问题 那这个车的名称现在已经统一 叫做京航微豪系列2021款旅行家1号 用的底盘是伊威克国六欧胜的底盘 价格是40多万 全办下来是50多万这么一个价格 当初在用这辆车的过程当中 曾经底盘出现过排放系统的故障 也是维修了很多次 在宁夏的时候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其他的问题 然后车的电视换过一个现在的新的 之前也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都是在这一次的检修当中所解决掉的 这一次检修呢 你看 检修费一共是2000多块钱 我运气比较好啊 实际上整个它这个系列呢 以前是质保一年的 前段时间呢 官方说了质保五年了 所以很多很多的费用 就不用花了 所以是这个价格 依次的来说一下吧 所遇到的一些项目 我这边统计了一共是三个方面 十三项 刚把一项一项的都记电脑里了 我这边说边录就怕忘了 先说三个方面的第一方面啊 就是自己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天川前些日子在黄河边 晚上露营的时候 风特别特别大 我这一开直接给舟出去了 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房车大多用的这个天川啊 都是同一个品牌 这个天川千万使用起来要小心 因为要整体更换的话 国产材质是5000多块钱 进口的话是1万多块钱 还好我这块就只换了一块玻璃 省了不少的钱 这是第一方面的低点 那第二点呢 在使用这个房车的过程当中 丢了好多次钥匙 所以这一次又配了好几把新的钥匙 这个钥匙上边有个数字啊 这有块数字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关键 有这个数字 在房车上就可以配这些新的钥匙 我去找了一些配钥匙店去配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这个合适的 这个叫什么新啊 所以就没法自己线下去配 找他们配的钥匙 还有另外两点呢 得车外去说一下 第一方面的第三点啊 这块还有另外一侧 之前被划伤了 我以前不知道房车厂还可以做喷漆的 这一次也是一起做了 第四点 这一点呢 其实硅道第一方面有点 有点牵强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可以改善的方面啊 之前讲过 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这个灰水箱的排放口 有可能会半凝固的状态 因为它有一个弯过来 会导致这个排放不是太顺畅 就需要自己手动去疏通 那这一次呢 它等于是 你看这个排放口 以前是管到这的 它把这块管就取消掉了 直接排放口 给射到那了 就直接可以直着去排了 就不会出现之前的那种情况了 现在是这么一拉 你看就这样 就可以排这个灰水了 灰水是洗澡啊 洗菜啊 这些的水 那这一点 现在我听说一些新的车型当中 实际上都应用的是 现在的这种排放灰水的方式 再说第二方面啊 进去说 第二方面呢 指的是那些不是我的原因 所造成的检修项目 有可能是一些易损件 也有可能是产品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呢 这个柜门 卡扣之前断裂掉了 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同时呢 也给了我几个卡扣 所以其他柜门 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那这第一点呢 有几个小的方面 比如这个 USB这 这个地儿之前也不亮了 不能输出了 也是换了这么一个USB的输出 还有窗户 它有根绳断了 就是固定这个下边 遮阳的这个绳 它就没法固定位置了 现在已经换成新的了 所以就能正常的一个固定了 这是第二方面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桌子 我以前的桌子 桌面啊 是这个颜色 现在呢 是这种感觉 桌面变大了啊 同时增加了一个背托 为什么换呢 因为 之前那个桌面 它有了一道裂纹 所以我跟他们讲了 他们仔细的看了看 决定还是给我换了一下 怎么样 现在这个桌面 我还挺喜欢的啊 如果颜色更深点呢 就更好了 其实刚才说上那个排灰水箱的事 那个可能有厂家方面的原因 这个呢 可能也有我的一方面原因 人家问我说 你平时上床怎么上 我说我就 直接蹬这个上去 尽量还是用梯子 这么一回事 第二方面 第三点 微波炉 微波炉最近一段时间才发现啊 在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启动 就这种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偶尔遇到 所以这一次在防射场呢 也是不好检测出来 也是给我换了一台 大宇 同品牌的一个新款吧 因为这边跟我这个不太一样 对 这就是第二方面的 所有的小点了 第三方面还是出去说啊 其实第三方面指的是 不是我发现的问题 但是厂家说呢 所有的车友回到厂内 这几项都可以根据车友的一个意愿 进行免费的一个升级改造 我觉得可能是有些车友 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防患于未然 我转过去啊 第一点呢 是这个逆边器舱 那这是3000瓦的逆边器 它等于是在这个位置 打了排水孔了 同时呢 在这个逆边舱底下 这个位置加了一个挡水板 这个挡水板呢 是防止水通过那个排水孔 反排进这个逆边器舱里面 这是一点 下一点 这一点呢 我之前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觉得它不影响整体的一个防水旅行 就忘了提了 在一些高原上坡 长上坡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两个管是这个清水箱的排水管 它就会漏清水箱的水 有一次在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人还把我车截停了 说你怎么漏水啊 漏东西啊 让我检查一下 其实就是漏清水 它等于是加了两个阀门 平时给它关上 这样的话 清水箱 无论你上下坡的时候 就不会往外漏水了 这是一点 进去 说下 第三点 第三点 还是跟这个电视都关啊 它等于是把整个电视的这个 固定的支架 在里边又加了一个长条的板子 整个这个螺丝 进去以后 又跟里边那个板子 一起来固定这个电视 紧固这门电视的一个作用 还有两点 这两点呢 其实我是觉得没必要做 我觉得还好 一个是 它说这个窗户 额头床的窗户 附近 这边上会有透光 我也发现了 有时候早晨 或者是夕阳的时候 光这边可能会偏红一些 他说 加填充棉 他们有一种 学名什么棉啊 填充进去 会增加这个 保温隔热的性能 其实整个额头床啊 说真的 保温隔热性能最差的是 这些窗户的部位 填充那些东西呢 我觉得意义不大 就没让它填充 因为填充的话 还得松螺丝啊 再重新填充 我也担心 有一些其他的 什么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没让他们去做 再有呢 就这个水泵 他们是有一项叫做 把水管的所有的 这个 这个紧固的东西 都换成新的那种 紧固的 这么一个小东西吧 把所有的啊 车内所有的水管 这个紧固的东西都要换 我也问了一下维修人员 我说换了以后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 他说确实有换的以后 之前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反而有一些渗水 那我这车其实没有渗水过 我说以后 假设倘若出现问题 再说吧 我感觉 没啥大问题 就用了这么长时间了 水泵水压低 之前我这次跟他提出来 他其实就拧一个螺丝 拧紧了 就解决了水压低的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如果水压低碰见的话 直接联系厂家 教你怎么来拧紧就行了 这就是所有的问题吧 再做一个总结 房车其实跟家非常像 你说家里边窗户门啊 坏了 这都能理解 不能影响了在路上的一个心情 而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房车厂能不能快速 有效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才是一家 一个房车品牌 它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 这一次我来房车厂进行检修 我其实真的感受到了 它整个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变化啊 并不是说 杨迅你拍视频的 所以房车厂可能会区别对你带 不会的 因为我在来这家车厂之前呢 我并没有联系我认识的 像豪哥像王总 而是直接打到400电话进行登记 那边的400接待完以后 维修人员就给我打电话 了解了我车的一个情况 包括整个维修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要拍一下视频 人家也会说 在维修的过程 是不能拍视频的 那我肯定守规矩 就没有去拍 我感觉整个一个流程 实际上是有一套 规章制度去管控着的 而这套规章制度 真的太重要 太重要了 包括 这两天 结束了以后 我收到了一个 售后的电话 他们说 对于这次维修 您给打多少分 回到这个房车啊 其实 说了这么多问题 没有说任何一点优点 有点冤枉这辆车 这一年多以来 他陪了我 抵达了喜马拉雅 翻越了昆仑山脉 天山山脉 到了草原 到了戈壁 一路上 遇下了汉马空洞 还可以 今天视频就是这些 支线的视频啊 下一期回归主线 继续房车朋友中国